嗨嗨,大家好,現在是9月16號,然後禮拜六的1.15分 那我現在人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旁邊的一個小鎮叫做 叫做什麼? Astoria 那它是葡萄牙,就是從里斯本做有一條火車線路叫做Cascais的線 然後倒數的前面倒數的第二站嗎?還是倒數的前幾站? Cascais是一個知名的觀光聖地,Astoria是它前面的一個小鎮 那我現在人在Astoria的公園,車站前面的最主要的一個公園 那這公園是賭場的,是Astoria賭場的公園 那我一開始看地圖的時候還以為這公園是前面這個是市政府 結果不是,果然賭場一定是比市政府更豪華更大,然後更就是廣闊這樣子 然後對,總之就是這樣子,那為什麼? 好,那我這次來補頭獎是因為來參加接受OCF的國際交流的補助 來參加Teen Community的一個,Teen Community所辦的一個活動 叫做Fella,Global Gathering Fella 那它是之前的Internet Freedom Festival的,就是經過疫情之後所改變的,所改版的一個活動 那今年是一個比較小規模的活動,今年好像有個三四百人吧 那它分為上午跟下午,上午的話是The Summit 那它是只有限定就是受邀人士,就是各個機關,各個人權組織的受邀人士才可以參加 那我參加的是下午的Fella的部分,那Fella的部分就是一樣就是可以接受推薦報名,然後可以來參加 可以自行報名,然後來參加這樣子 那這個活動參加者主要是國際世界各地的人權工作 跟隱私資安相關的工作者,然後是比較偏技術性的議題跟政策性的討論這樣子 它跟RiseCon比較不一樣,是RiseCon又更偏政策性,然後這個Fella又更偏向技術性一點 那今天是第二天,昨天是禮拜五六日,它總共有三天,那今天是第二天 那我們就是每天下午參加,每天參加下午的時間從一點半到晚上這樣子 那它的議程主要有,一天有三個,就是兩點到三點,三點半到四點半,然後五點到六點 然後晚上還有就是交流時間,休閒的時間,那他們會找表演,找人來表演,然後會有小點心這樣 那我現在 好,那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昨天第一天的參加的心得跟想法 那昨天第一天嘛,所以說我們就是中午來 呃,中午來了之後,然後等到一點半入場後 它的會場是一個,也是有點像公園的一個場地 就是旁邊是樹,然後中間是露天的,然後 然後更旁邊有很多就是小木屋的攤位,小木屋搭的就是攤位空間 那,呃,現場也有很多攤位來擺攤,像是各個不同的單位啊 像是,呃,Cloud Flare啊,那像是,呃,很多很多攤位 像OCF也有擺攤,那還有很多很多的攤位 那我後續還會就是在用,呃,文字的方式在跟大家分享 或者照片的方式在跟大家分享這個攤位 那,除了攤位以外,它就是我剛講的,有三場的議程 三個時間段的議程,那總共有大概十來個track吧 那,第一天的時候我主持的是兩個議程 那,因為他們這次投稿啊,除了說接受一些跟人權跟數位隱私相關的稿件以外 他們也說有特別接受就是一些lager,一些休閒相關的議題 那,所以我就就是,除了投了,呃,跟,呃,中介法有關的議程以外啊 然後我也投了兩個休閒的議題,結果認真的議題沒有上,然後休閒的都上了 我投了一個是貓,貓奴的角落,對,然後另外一個是 呃,你到了哪裡去?然後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那就是要討論,就是要跟大家,要讓大家可以來這邊分享說 就是到這個Bella這邊的時候,這邊之前跟之後 就是他可能到葡萄牙之後,他可能會先就是到其他城市去啊 或者是在這個活動之後,他可能會想要去其他城市逛逛啊 那一些就是旅行的經驗的分享這樣子 對,那另外一個議程是貓奴的角落嘛 就我想說大家就是工程師或者是做跟資訊相關的人 很多人都養貓嘛,所以我們可以來交流一下就是 呃,就是曬曬自己的貓的照片 好,那 總之呢,就是認真要討論就是 的議題沒有上,但是這兩個上了 然後我發現說就是好像我 我是唯一有投就是 這一類型的議題的人 所以他們也說就是他們的第一次的嘗試 他們之前就是第一次在活動裡面,然後接收這種 就是讓大家可以就是就是開心交流的這種議題這樣子 好,那結論就是這兩個議程人都很少 大家都是路過然後聊聊天而已 對啊,那因為因為你一天只有三場議程嘛 那你來,大家來的人大部分還是會想要去就是認真討論 那像我們這樣子就是要給大家就是一般交流的 其實應該我後來跟主辦單位討論啊 是覺得應該是要放在晚上 就是他們主要議程結束之後晚上有休閒時間嘛 那晚上的交流時間 就是我們在旁邊再開一個corner 專門來給大家聊這些這樣子 可能比較 會比較成功一點 那他們可能明年就會調整成這樣子吧 好,那我是覺得 嗯,資訊相關的活動啊 或者是 數位 或者是種人權相關的這種festival 或者是像host cup這樣子的活動啊 其實還蠻 還蠻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蠻可以開放 開闢一些 輕鬆交流的一些空間這樣子 對,那像之前我去G&V 黑客送的時候啊 也有 就是試著就是 用了一小段時間 然後跟大家討論 跟大家聊 就是貓咖啡的事情 如果大家關心就是動物 關心貓 尤其是貓 關心貓的 呃 養貓的經驗啊 或者是關心這些相關的議題的話 那 那總之就是在G&V黑客送上面 我覺得說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了 我去了很多國家的貓咖啡 然後 我到每個國家去都會去找貓咖啡 然後去很多國家的貓咖啡 然後 就是各有不同的經營方式 那樣子相關的一些經驗 那我發現G&V 黑客送上的參加者也蠻多人都有興趣的 而且甚至說也有人是 呃 自己或者是親戚想要 想要開這樣子的店 然後 這樣子就有一些 有獲得一些就是經驗 然後也有討論到一些店 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 因為 呃 黑客們應該是說 公民駭客們 Civil Society的就是hacking 不只包含就是資訊啊 或者是電腦 或者是飲食相關的東西 那像這種就是動物權益的東西啊 或是大家生活中的一些 一些訣竅啊 這些東西也是蠻值得討論的 好 好 言歸正傳 我們回來就是飛啦 那 除了上面那兩個 就是我投的休閒的議程以外啊 我第三個 第三個議程 我就去參加了 呃 Tor Project 阿年 就是那個 超級加密 超級隱私保護的那個瀏覽器 可以用FyFast Rebase的那個Tor游染器 他們所主持的一個議程 是Tor想要舉辦一個 想要 成立一個 Advocacy 的Program 有點像是Mozilla Reps這樣子的專案 然後 呃 讓有興趣參加的人 有興趣幫Tor宣傳 然後 或者是就是更深入的了解Tor 然後去 呃 以便可以幫他們就是 或者是貢獻Tor或者是貢獻他的宣傳 或者是在本地作為就是研究相關 在本地執行相關研究的人 可以去參加這個Project 對 那 這個Tor Tor他們的構想是說 是有 他這個Project是大概是一年期 或是 九個月 然後是會有 會有補助的 他是個Skotship 然後他們可能初期可能會在 十個國家 或者是八個國家之類的舉行 然後可能會收拾來一個人 然後 他們預期的是 他們目前的想法 是說 大概一天 大概一個月 大概是十小時二十小時的工作時間 那那些時間 就會按照個人所定 就是不一定是 呃 不一定是要做 全部都是宣傳 或是全部都是研究 或是全部都是演講 就是會看每個人 每個人 本地的需求而定 對 那我參加這個議程之後 他其實是最主要是想要收集大家的經驗 對 那 我就覺得說 Mozziah REPS的經驗 就是從 十一年前開始 到上個 到這個月正式結束 這個專案正式結束 那 他執行的這十一年的經驗 是有蠻多值得 跟TOWER 分享的 那 這兩個專案 那這兩個專案的 最大的差異是在於說 第一個是REPS 是沒有錢的 那 REPS的預算 主要是花在 就是給大家 申請 來辦活動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可以申請預算來 來使用 但是他並沒有 就是 像是TOWER這樣子的構想 就是他每個月要補助你多少錢 他就沒有錢了 那第二個是 REPS的 對象 主要是 我們都是在學生時期申請的 然後後來一路到就是開始工作為止 所以他主要是比較偏向學生這個年齡層的人 那 TOWER他們目前的想法是說 他可能是會針對平常就已經有在工作的人 那 另外給你一些補助 然後或者是 就是 他的對象是說 我很願意貢獻 但是如果我貢獻的話 那我就沒有 時間賺錢的人 或者是我的正職工作就受影響了 這樣子的人 對 那 其實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也有提出說 我覺得這樣的對象 跟我想像中的就是 核心貢獻者會不太一樣 對 那 另外這是從REPS的經驗來說 你只要有跟錢有關的事情 尤其是像是旅遊補助 旅行補助 或者是像是 像TOWER這樣子的 就是他是每個月的 scholarship 那其實牽涉到就是 志工 然後跟有拿錢的志工 跟員工的差距 那就會有一些爭議吧 我覺得 就會有蠻 蠻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在後續 對啊 那 所以說 我就分享了一些REPS的一些經驗 然後也聽到了一些其他人的經驗 像現場有另外一個人是參加 也是Mozilla的另外一個 scholarship 那他是有補助的 那他就會有 他就有提說 有這個預算的話 有預算的話 有 scholarship的話 他也是可以對一些 有興趣參加 但是沒有辦法 就條件上沒有辦法參加的人 有一些幫助這樣子 對 那Mozilla REPS的設計是想要讓 這個計畫可以自己自主 sustainable 所以說 我們的設計是 就是讓志工去menter志工 然後也讓志工可以組成 跟員工的合作 跟員工一起合作 然後組成 嗯 console 然後去 監管這個計畫 這是原始的構想 當然後來執行上還是有些困難 但是這是原始的構想 對啊 那 所以對於Tor來說 他們現在遇到的一個 他們現在面對的一個 比較大的困難是 他 主要的執行者 就是Gus 他提出來的 這個構想的這個人 Gus 他會擔心說 如果他一個人要menter 10個人好了 那一堆的menter 一個人30分鐘 他一個月就要花 就是300分鐘的時間 在mentorship 這件事情上面了 那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行政的一些困難 還有一些 他們還要準備各種的教材啊 來 來給這些就是 scholarship 去去去去理解 或者是還要準備 就是每個月的會議啊 然後還要找人家來演講啊 什麼時候 那會變得就是非常大的那個 effort 所以說 我們就是提出了一些 reps的一些經驗 像是 我覺得啦 這種advocacy的project 不應該是Tor準備教材 給 參加者去學習的 應該是參加者自己準備教材吧 你都付他錢 那 他 花這些時間去收集資料 因為Tor人知道超多的啊 Tor browser 就是在網路上的一些 教學也超級多嘛 那 他的一些理念啊 他的一些原理啊 他的一些原理啊 他的一些技術的 資訊啊 也是網路上也是非常多啊 那我們現在需要 就是把整理出來 所以整理出來之後 帶給 就是在地的使用者 或者是在地的潛在使用者 所以說應該是這些人來整理教材 然後互相分享 就是 台灣的 scholarship 跟就是日本的 scholarship 分享 然後可能在 可能台灣日本 菲律賓馬來西亞的 scholarship 準備的教材 可以給中國的 scholarship 來使用 對啊 這樣子應該是這樣子互助 然後互相分享支援 然後我也提了一些這樣子的構想給他們 好 那 這個專案後續還會再繼續討論 就是我還會繼續跟 Gus 保持聯繫 然後再提供一些我們 Raps的各種成功的經驗 跟失敗的經驗 來給他們這樣子 好 那我還是覺得啊 就是台灣人在參加這些技術上的這些活動啊 其實我們最主要應該是 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要盡量分享我們的經驗 對 在這些活動上面其實 台灣的經驗有時候是都是走在 就是世界各國的前面的 我們所受到的就是威脅 對於就是民主自由 對於科技的 對於資訊安全的威脅 可能都是在全世界數一數二 而且是比別人更早一年早上一年兩年的經驗 對啊 像是現在針對大選的一些就是假消息的危害啊 就除了俄羅斯對美國進行的以外 那現在就是中國對台灣進行的 那 他們今天有一個議程式要討論就是葡萄牙的民主 然後受到假消息的危害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就是其實就是應該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去把我們的經驗分享給他們 就是我們可以對世界祖父的貢獻這樣子 對啊 那 另外就是理解一下就是現場的一些其他的專案 那昨天像昨天就有大概二三十個攤位擺攤 那 就有很多很多的公司或者是組織 或者是個人做了一些projects 理解一下哪些有哪些專案 那有哪些專案適合在台灣使用 或者是我們可以準備起來 以備不時之需 像昨天就有一個fire chats的創辦人 他所開發的一個後續的一個專案 那他就是P2P的通訊 完全P2P的通訊軟體 對啊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是可以先認識 然後先試試看 以備不時之需 對啊 那像是 那像是Tor他們也有提出另外一個像是WUNI這樣子的專案 那我們在台灣就是也有 OCF也有跟WUNI合作 正在工廟部署了一台Server 部署了一個小小的一個WUNI的Client 對啊 那像這樣子的經驗 其實我們就可以分享給 就是其他各國的參加者 只是說 WUNI他們現在希望說可以在各國 或者是在各地有一些定點的一些Client 定期去追蹤就是網路封鎖的一些狀態 對啊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分享說我們部署了這樣子的經驗 這樣子 然後有什麼Concern 有什麼建議這樣子給其他參加者 那我覺得這就是 台灣政府花錢來補助 像OCF這樣子的單位來參加 來參加這種就是人權數位議題 人權隱私相關的活動 那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經驗分享給別人 然後可以把別人的專案帶回來 把別人的就是經驗或者是專案帶回來台灣 就準備準備 然後除了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專案 然後或許他們會有興趣去參與以外 那另外就是 我們也可以分享我們的經驗給別人 然後 對啊 就是以備不食之需 好 好 那總之就是第一天的一些感想 那我等一下去參加第二天的活動了 就是已經 我們已經開放了 那 等一下兩點開始下一點半 我等一下兩點要開始參加第一個議程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經驗呢 在 後續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因為這個活動現場 是不可以錄音錄影拍照的 所以我可能 回到台灣之後 會再找一些就是沒有人的照片 或者是一些 可以拍的 我有徵求同意的攤位的一些照片 再跟大家分享 對 那影片的話也會直接到 就是也不會就是 即時的放上網路 會在活動結束之後 才放上網路 對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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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